有没有很多女生追你 你说什么 女 女生 女生 我连见她们都不能见 嗨 我是Max 我是新加坡风筝水溢运动员 今天我来挑战黑卡基的快问快答 简单的介绍你的运动项目 嗯 好的 就是有一个风筝对吗 在在天空里 它它会 它会 用 用风的力气来拉你 和你站在一个板上面 板下面是一个水翼 这个水翼是像水面下的一个小飞机 对吗 你速度够高的时候 你就会在水上滑行 不会碰水面的 我们就跟这个 跟这个风筝水翼板 对吗 去比赛 是看谁的速度最高 你怎么接触水翼风筝板 我爸爸接触我了 我们的家人有一个dive resort 在Indonesia 对吗 我在那边学的 给我那个风筝和一个板 让我学 看一看呢 我喜欢不喜欢 你爸爸开这个度假屋吗 嗯 他开着的 跟他的 跟我的叔叔 他叫我的爸爸来帮了 那你第一次尝试有什么感觉 是一个很新鲜的感觉 因为 用那个普通的板 一直碰到浪啊 什么水面啊 可是 用这个水板 你滑行在水面上面 哇 我感觉那么那么 自由 对吗 也是很安静 速度也很高 很快 我就觉得 我要继续做 呃 练这个运动 最高可以到多快 哇 我觉得 我最高的速度现在是 80公里 为什么你的华语这么好 我从小都是跟妈妈说普通话的 我不说普通话的时候 妈妈不会回答我了 妈妈 我们今天吃什么 啊 什么 我们今天吃什么 我听不懂 我就问 我们今天吃什么 她才会回答 那你会跟你妈妈用中文 讲爸爸的坏话吗 她会讲爸爸的坏话 我们只是听而已 那你还会哪些语言 然后用来做什么 我会 中文 英文我 我 最最作用的 我来 来跟别人聊天 跟我爸爸 我 我说德文 瑞士德文和德文 和 我现在在学一点法语 也是 为了 Olympics 为了 因为我在瑞士上大学的时候 我 未来要上大学的时候 我需要学一点法文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学大 大学 就是我 我学一点拿法语 法语先 跟两个弟弟一起做过最疯狂的事 哇 最疯狂的事 我觉得应该是 那天我们有一双新的 怎么叫 walkie talkie 因为我们要看一看这个walkie talkie怎么样 对吗 能留下能听得到吗 我的弟弟下去 我奶奶那边 拿一杯水 倒在 倒在他身上 跑上来说 我倒了 我倒了 我只是听在 在walkie talkie上面听 我的奶奶在在大喊 她在跑 哈哈哈 那你们有被罚吗 呃 哈哈哈 我们的整家都在笑 哈哈哈 那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的爱好就是我的运动啊 我的我的爱好 嗯 来一个好比 除了开foiling呢 除了风中冲啊 嗯 我玩一点的国旗香气 Chess 国旗香气 啊 我喜欢我 那呃 因为你也去很多地方比赛嘛 嗯 那我想问说 哪里的海水最好喝 最好喝 海水一直是很咸的 你要去 Lake 怎么说 要去 湖 对 在在欧洲那边 你去啊 瑞士或者奥地利的湖的时候 那边我都 都不用带水的 从湖水可以喝的 可是海水你不能喝太咸了 那我想问你 比赛时发生过最丢脸的事 哇 最丢脸的事 啊 我记得 我们应该跑一个 呃 比赛 上 下 上 呃 完了 对吗 我该结束比赛的时候 我就继续下了 每个人都 结束比赛了 我继续下 非常丢脸 我觉得哎呦 我连第一名我不知道去哪里 去哪里呢 结束比赛 所以你本来第一名 但是你 啊 没有 结束 下了 下了 我说哎呦 我我走错了 又上去 我得到了 我觉得 第十四名 呵呵 那你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候 哎呦 我自己最帅的时候 呵呵呵 什么问题来了 我的外 我每次看我的外婆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帅 为什么 因为她叫啊帅 哇你好帅哦 来宝宝 有没有很多女生追你 你说什么 女 女生 女生 哈哈 我连见她们都不能见 因为我在训练啊 或者 准备来比赛啊 或者 只是在比赛 我 感觉像没有十几年啊 哈哈 那如果你有时间哦 你的理想型女友是怎样 哎呀 我没有理想型吧 最少 最少 健康聪明开心就好了吧 哈哈 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呃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呃 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潜力 哇 我觉得我不是发现自己有潜力 我是 爸爸妈妈跟我说 你有目标的时候 不管目标多高或者多低 你只要自己相信能能得得到 只要想自己能做 下功夫 就会就会发生的 你知道自己闯入奥运会 第一个反应 第一次听听到说我 我我能代表我的国家 我当然有荣誉感 和我很开心能能 参加这个非常大的比赛 so 你拿了两届World Champs 两届European Open 冠军 Asian Games 冠军 然后你也是三届Youth World Champs 哈哈 so 每个人都在说你是新加坡下一个 奥运金牌得主 你怎么看 我看有个人在担心 我能不能得到这个奖杯 我能集中精神看 我在水上速度怎么能高一点 怎么能快一点 看一看奥运会那时发生什么 你是怎么决定要做个全职运动员 你父母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父母一直很支持我 不管我要做什么 他们说没事我们会支持你 对吗 就是我非常非常幸运 他们只说你要继续学习 最少要继续学习 就是我怎么说Homeschool 那你是几岁开始接受家庭教育 从小我没有我没有去过学校 我只去过学校一次 两个两个月 看一看我的水平怎么样 我那时12岁吧 去了以后考试了以后 对吗因为你不能见一样年龄的朋友 不能天天见一样的人 你学习的时候没有人给你功课 没有人给你说你要学什么 你要自己安排 那也是比较难的 那如果你有一个月的假期 你会做什么 我很喜欢我在做什么 对吗 我就一个月的假期的时候 我说OK我能我能继续训 我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我整个生活都是假期来的 我觉得感觉像 因为有假期没有假期 我都做一样的东西 那你最常待在哪个国家 哇我我连自己都不知道 我觉得前几年是克罗迪亚吧 因为我的训练大当和我的教练 都是在克罗迪亚的 一年内我四五个月我待克罗迪亚 可是我也我也来新加坡很多 我也去瑞士很多 我去各个国家来比赛和训练 可是我对我最多前三年在克罗迪亚 那你回来新加坡第一个会做什么 哇去见家人和吃新加坡餐 对啊 啊我我在那个Badook Corner Hawker那边 我最常吃的 你会吃些什么呢 哎呦所有的新加坡餐 家里鸡啊鸡饭 那个Carrie Cake叫什么 菜桃柜 啊菜桃柜 对啊所有的菜我都非常喜欢吃 你觉得自己哪方面最新加坡餐 那是个好问题啊 我我对我所有的装备和东西啊 我很加速 什么样的加速法 哦要照顾好啊 要都水水的啊 要要这样的我觉得 所以你比赛前一定会做什么 哇呃比赛前一定会听音乐 就是准备好装备和准备好自己的心态 有没有一首是比较能激励你的歌 有一个重要的比赛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啊 嗯 那叫什么的 JoJo's Bizarre Adventure 从那个anime的歌啊 我喜欢听 你自己的奥运目标 就是说准备的最好 对吗 装备 心态 所有的这个东西 准备的最好 和到到比赛的时候 我想也是发挥最高的自己的水平 前几天那个新加坡sports awards night 你跟Joseph schooling就同桌嘛 对 Joseph schooling有没有给你什么奥运 tips 不是说奥运的 他是说做一个运动员 你的性格和你有什么挑战的时候 你怎么克服和怎么做人 他给我一个怎么样做人或者做运动员的建议 他说你需要的时候 我在未来能给你多一点建议 就是我非常感谢能那晚那时见他和跟他一起聊天 奥运会那时间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点赞 分享和订阅 拜拜